阿隆布鲁克斯在推特谈到卡哇伊的交易 如果卡哇伊在多伦多效力一年后回到圣安东尼 那会是一段什么样传奇故事呢 到那时卡哇伊和德鲁战都在马次 再加上几个首轮签和次轮签 当然这些都只是布鲁克斯个人单纯的小想法 马次管理层今下的操作 可谓是亮下了所有人的眼 托尼帕克里两年一千万签约夏洛克防风 大锤凯尔安德森也去了灰熊 伦纳德与德罗战互换了东家 丹尼格林也走了 2014年的夺冠首发阵容帕克 格林 伦纳德 迪奥 邓肯 现在一个都没了 如今的马次已经不再是我们熟悉的那支球队 他们被卷入动荡的交易漩涡中 马次的球队文挂 似乎随着邓肯的退役也在慢慢消失 看看这两年休在期马次爆出的新闻 就能感受到这一点 阿尔德雷奇曾经想离队 伦纳德闹了一年终于离队 工臣元老帕克也离开了 他为之效力17年的盛程 马次更衣式墙上有一段话 当一切都看起来无济于事的时候 我去看一个石匠敲石头 他一连敲了100次 石头仍然纹丝不动 但他敲第101次的时候石头裂为两半 可我知道让石头裂开的不是那最后一击 而是前面的100次敲击的结果 马次一定会再次焕发荣光 那一天不会太远